你吃了蛋汁在下面的肉餅上 人家怎麼吃呢 一滴吧 一滴吧 不是我口也滴出來了 你口也滴出來了 是呀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我們就跟阿泰和紫邪BB 我之前的老婆 我們三個就決定一起研究這個肉餅 就做一下這個肉餅包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買少許鯪魚肉 然後再找紫邪 然後再去他附近 買一些豬肉和其他的東西 因為鯪魚肉在這裏 專家那些沒有戴帽 沒有剃鬍、沒有茶的時間 有影響的 很影響的 雖然我走偶像派 但最近也有些想走實力派 不剃鬍也好 省點電 反正口罩也沒用了 好嗎 走到村上去 下車了 來到這個美好商場 熱視的回憶 小時候沒什麼錢就來這裡 買衣服 買夾堂 我都很久沒來過 我跟兒子走過才興起 原來這裡就是美好 我還以為已經撿鬼了 這些地方 糟了 我懷疑好像是浪室路 聽說的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商場 對面 完全找不到一間這些 我再走完看看另外一條街 是不是 有沒有就買一些現成的 走了兩條街 都找不到買鯪魚肉的地方 但我剛剛看到那裏有賣鯪魚餅的地方 不知道那裏會不會有鯪魚肉呢 還是如果沒有 買現成都可以 這裏會不會有鯪魚肉 麻煩 想問有沒有就這樣的鯪魚肉買的 有 有 原來就是這裏 這裏有鯪魚肉買的 我看見他只要是買整俗的 50元一斤 你買了一串的 還有一斤 來 入肚子 50元 50元好嗎 好 20年開了 買了20年 好 謝謝 謝謝 他現在努力在尋找口罩 沒辦法 想再偶像派都不行 之前和Lobby已經拍了一集 對 你們那時候有什麼是演示過 我覺得可以再翻出市 或今次再改良的東西 就是芝士鯪魚餅和豬肉餅 正 不得了 會不會是他拿最好一點 不會是一樣 你是我們廚師 他幫我拿機 我們這個港人圓夢計畫 你忘記了 你是主角 那你總說 我把我放在外面 雖然你沒有地方住 又吃不要緊 失業這麼久 放心 我們會幫你搞定 這個袋子都是Manner送給我的 很有錢 有一點散疏 那些鏗鏘集的 現在我們這位子斜 就是來到澳門生活 生活都非常艱難的 你看到他家都很尷尬 只剩下一個吧桌 你看他一無事做都是靠 收破爛為心 這裡的東西值多少錢 好可怕 所以如果大家想對這位朋友有些資助 他給我 超級車給我 超級車給我 你看看 撿破爛 哪裡撿回來的 紫禮界片集 是啊 心很艱難 上次就是我們幾個不懂得做食物的人 做的餅 這次紫邪其實是廚師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Angus 他說不要叫紫邪 做什麼的 西餐 西餐 西餐沒有餅嗎 沒有 有沒有影響 都沒有 但是你自己會做的 會的 OK 那就看看我做的版本 和紫邪做的版本 出來會有什麼分別 應該都有分別 因為紫邪做的版本 今天做了臘腸肉餅 鯨魚餅也是照舊的 這個就是Angus 他自己炒的馬拉盞 因為上次試完之後 我就發現肉餅包 其實是不錯 但是他就少了一個記憶點 這個食物是OK的東西 但是你不會有一樣東西 令你只顧著它 我想起很多我們會顧著的東西 都是辣辣的東西 就只顧著那陣味 就會想吃 我覺得這個肉餅 要有一點辣的成分 你試過有點顧著辣辣的 其實這些買回來就這樣煎 你不用加調味 應該是調味 應該是調味 沒有 那要加些什麼調味 就是去買這些配料 然後可以分兩碟 這樣的尺寸 喂 紫邪 搞定了 靠你煎 煎肉給你拿炒 哈哈哈哈 喂 你看你煎和我煎 你拍了個壞鏡嗎 哈哈 我拍了你 你拍了個壞鏡嗎 剛才拿出來不是這樣的 不是 我撈了一些雞粉 本身不用撈 這 kuil 煎肉 鞋子 鞋子 涼 怎樣? 我? 還好 我覺得肉餅比較好吃 它仍然沒有調味 包很出味 對,包很有味 你是不是正答 因為它本身的包有味 但沒有吃到那幾碟 有什麼味道 Angus昨晚已經自己做了肉餅 加點馬拉薑下去 因為它就煎給我們試一試 這個感覺如何 留一點蒸 煎少了 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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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沒有馬拉薑? 少許,有點辣 衝出來 你試試夾這個馬拉薑 行不行 我第一次做的 就是用肉餅 普普通通 蛋 我家也沒有這樣的櫃 竟然在Angus那裡有這個櫃 這些都是我的每月做 變態 他們說你們那個故事 不能交時間 現在很健康 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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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只是魚肉,魚肉混肉餅 魚肉混肉餅 這個是馬拉薑 這個是臘腸肉餅 這個鯉魚加肉餅 又味的魚肉餅 好像沒有味 可以比較重一點 口感不錯 反而馬拉薑不醜 因為馬拉薑不醜 還有鹹香 嗯 大口感的這個會開心一點 臘腸那個 臘腸味太強 我覺得有少許 可能太多臘腸 其實應該全部都要加牛肉餅 對 就出來的口感會不會太... 不會太老 對 這兩隻味道都很喜歡 因為重味 重味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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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再付錢 快ÁT 兩隻貓 正是嗎 降到蛋汁 sigue見 人家怎麼吃 冷藏 要掌直嘛 非常脆 加芝士很好吃 這個不會加芝士 玉魚餅 啤酒 real 會賣的 其實這個味道很骯髒 其實是這個味道 蛋汁本身可能沒有味道 但加上蛋汁的口感不同 是嗎 包又有信心 美食法榮家 再好吃一點 嘗嘗這個馬拉盞肉餅 看看是否簡單 我覺得是煮麵包的質感 聞一下 它的辣味 辣味調一下 然後再加上蛋漿 整件食材都可能能出爐 不過是 再吃一點 因為飛碟的配夾可以多很多 而且飛碟容易加很多 就算有材料要煎 煎完蛋 蛋就要脆煎 炸可能難還是怎樣 但都需要時間 我們今天就試完這個肉餅包 我們就一次決定賣飛碟 耶 我們的結論就是賣飛碟 肉餅包很好吃的 如果是做的 會有限量的肉餅包 可能每人買10個 可能要配貨 例如MS Chanel那些 你要是VIP 要我們買飛碟機 VIP就可以買到肉餅包 對吧 應該不會這樣 今天研究得很成功 我們下次試買飛碟機 好 加上薯條 只研究出色 研究完薯條之後 就正式開到手搖店 哈哈 到時有fit 最後研究一輪之後 還是不要開了 我們專心拍片 哈哈 先看吧 廢人票 你剪片嘛 現在要剪吧 神經病嗎 你不剪快點 被人罵了 看不見 像是被人罵 剛剛真的好了 真的好了 笑了 回去公司 給了一些壓力 叫他快點出片 然後我就拿了一些直播設備 今天就差不多了 今天主要是記錄我們做的肉餅包 做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我猜不到結果 我覺得結果就是 這個很棒 開店一定賺錢 發財 其實是好吃的 好吃完之後 大家的反應是 會賣費碟 這是我真的沒想過的 就是這樣 今天天氣到這裡 也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可能 我們有這個想法 想開一間店鋪賣小食 但是也不想真的利用 有人認識我們 這些來做生意 我覺得這個是有幫助 但是前提 那件事要好吃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做一些 我們覺得好吃 過到自己一關 這樣才可以 型一點 又不是開完 那些人說不好吃 我覺得你開了出來 生意好不好 其實可能有很多因素 你可不可以長做有很多因素 但是 起碼要先好吃 真的要好吃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